大家早安到我們的氣象時間了 要趕快關心一下 今天大家要回去上班上課了 那到底天氣會如何呢 現在看到外頭這個是石門水庫的景象 可以看到陽光已經太陽已經升起了 那提醒大家今天早晚的時候 依舊天氣還是比較偏冷一些 那但是到了白天 溫度就會開始慢慢的回升 到了中午的時候 今天全台各地都會很明顯 有一點熱的感覺了 那我們先來透過衛星雲圖 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今天清晨的最低溫呢 同樣是出現在這個新竹的額梅 是只有10.7度 但是跟昨天比起來呢 新竹的溫度已經有稍微在慢慢的回升了 那到了今天中午的時候 全台各地的高溫在北部地區 就可以來到27 28度左右了 甚至往南走到高雄跟屏東 今天都有機會可以上看29度的高溫 但是就要提醒整個西半部地區 對於清晨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溫度還是稍微比較低一些的 但是都有比昨天再稍微高了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日夜溫差是非常大的 所以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還是記得要多加一件保暖的外套 我們來透過電量降水預報圖 關心一下今天還會下雨嗎 今天白天呢可以看到全台各地 其實天氣都是相當的不錯 都可以見到陽光露臉 只有東半部的花蓮跟台東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到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其實天氣就要開始有一些改變了 主要是東北氣風開始增強了 所以可以看到迎風面的整個北部地區 桃園以北還有基隆北海岸呢 都會開始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的話 最好還是要記得攜帶雨距 因為到了晚上的時候 北部地區就會開始變天了 另外可以看到花蓮台東還有恆春半島 同樣也都會下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我們就從天氣走勢圖來關心一下 未來的天氣變化 那今天就是最後一天的好天氣了 各地都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日夜溫差真的蠻大的 尤其中南部地區 日夜溫差是有可能會來到10度之多 那到了明天呢 東北季風就開始增強了 所以北部地區會很有感 因為溫度會直接從今天的28度 要掉到只剩18度了 所以會非常明顯感受到天氣真的又變涼了 所以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在明天的話 記得保暖的衣物要穿上 那北台轉涼之外呢 也會開啟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所以明天的時候大家外出要記得攜帶雨距 不過中南部地區是完全沒有任何影響的 所以還是蠻熱的 而且還是有機會見到陽光露臉 但東北季風就只有影響這麼一天 到了週休假期禮拜六開始 東北季風就減弱了 東北季風一減弱之後呢 北部的地區 這個氣溫就會開始慢慢的回升 又可以回到24度左右的一個高溫 另外降雨也會開始很明顯的趨緩下來了 只會剩下花東地區還有恆春半島 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另外要提醒啊 這個金門跟馬祖地區的觀眾朋友 從週末開始一路到下週一二 都會有局部物的一個情況 所以提醒大家也要注意一些相關的航班資訊 最後小丁寧我們要提醒大家幾件事情了 今天清晨還是比較涼一些的 所以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留意保暖的工作要做好 那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機會見到陽光露臉 但是呢太陽一下山之後 溫度就會開始往下滑了 所以日夜溫差是非常大的 還是要特別留意 另外今天大概就只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到了晚上開始 北部地區就要變天了 所以還是要提醒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外出的話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穿衣服有參考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月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台灣才行士公域 本集公司的老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